其實我跟你講是不用到說你一直都是100分 因為其實老闆也是蠻怕這種人 因為會想說你會不會哪一天就是出個大包 所以我一直叫我自己的同事 或者叫別人說你要保持自己的 我覺得第三步呢 就是要培養自己有跨領域跟跨部門溝通的能力 第一個呢就是你必須要培養自己不同的技巧跟技能 不一定是說你要成為另外第二個領域的專家 你只要稍微掌握到他的精髓跟初步其實就OK了 至少皮蠻要知道啊不要問你 欸現在NFT很紅 NFT是什麼 我不用你很明確知道NFT它是什麼什麼 對或是最帥世界然後去中心化 欸你很強欸 對這樣就是好聊天的人 因為第二點就是要跟不同部門 跟不同領域的人多聊天 就是各部門的人他們怎麼樣 共同來完成這個任務 但其實溝通是非常困難 尤其是老闆自己本身就覺得溝通很累 所以如果是相不相關於的那個人 他就必須要具備這樣子的能力 比如說會計部總是跟開發 設計業務部是不合的 所以我覺得高級主管你就必須要了解到會計部 其實是需要什麼 那怎麼樣去跟設計還有開發來去做對應 我很愛社群資訊 只要一不知道最近梗圖啊 就會馬上陷入焦慮 然後我覺得其實每個人應該也都是要有多去比較 多看網路 多看一些比較平衡報導的媒體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知道它背後是怎樣操作 背後這段過程就是企劃能力 從什麼時候發生找了誰執行這個任務 它的呈現重點目的是什麼 人家看到的就是這個 我每一次看有覺得我符合我自己的 我都會先截圖 都是可以從小地方練習 只是你願不願意啦 嗯 對 那剛剛講到要有企劃能力 有點難欸 我就是不懂啊 你可以告訴我方法嗎 其實企劃很簡單的就是可以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用數據來說話 然後列點表示 離請樂樂等的文字 你直接把你所作所為用數據 然後最好可以圖像化 就是要明確的表達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你的貢獻 然後從原本before after 直接告訴你結論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培養收斂的能力 收斂也是在企劃的一部分 養成你在收集完資料之後 抓它的大標題一點到三點 來去陳述這個標題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儘量的鎖在一面的A4指裡面 再第三呢 你必須要學會一些很基礎的簡報的能力 並不一定是說 你一定要做得像產品設計的人一樣 超美 超精緻 但是呢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有點像第二點 不要超過10行 你這樣在跟任何人撿爆的時候 也會比較知道你的目標 然後再切碗是什麼 那像當時發生什麼樣的準碰 我的同事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他已經先解決 然後再來回報給我 告訴我他的解決方式 我覺得這樣超級棒 等於是說 對 回報不是只是回報 現在有解決的辦法 對 不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你就是丟一個問題 給老闆解決的感覺 我覺得很多的人工有事躲起來 高手勢 其實我一開始也有這樣 但是我就發現 第一點 你要勇敢的去邀功 找到機會跟高級主管 或是老闆可以說 之前我有曾經做過 什麼樣的事情 從什麼樣的變化到怎樣 然後他變得越來越好 我覺得這是很多人會有點害怕的 因為對 亞洲人就天色 就害羞 可是我覺得再換一個方式 哎 好煩喔 上一次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呢 我把它解決了 哦 這時候 自然喔 對 長官就會覺得說 哦 你遇到問題 你有解決能力 然後你又有企劃能力 公司又變得更好了 那是不是你加薪升官的時候 你就是首選 在第二個呢 假設我們是同一個部門 同一個任務的人 如果任務出事情的時候 老闆直接覺得 這是你的問題 對 因為老闆只對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最好是 要有勇於承擔責任的這個心態 到時候呢 你再去說 其實我們的責任是這樣子分屬的 所以我當初是有幫忙 跨部門去做一些溝通 必須要讓上面的人知道 但是你也要留一承擔 欸 那如果今天犯錯怎麼辦 你就會感覺 會不會直接就在老闆心裡扣分 當然是一開始會扣一點分 但其實我跟你講 不用到說你一直都是100分 因為其實老闆也是蠻怕這種人 因為會想說 你會不會哪一天就是出一個大包 或者是你就是要竊取商業機密的人 到別的公司 所以我一直叫 然後我自己的同事 或者叫別人說 你要保行自己的瑕疵人設 就是你可以偶爾出一點包 出一點錯誤 但是無傷大雅的 你再把這件事情包裝好 告訴小官 因為這個等於是 分享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瑕疵人設啊 我會用錯的步驟 然後也去社群分享說 就不會這樣 這時候就會有專業技能的人來幫我 就是他就會給我12345的步驟 然後我就發現 欸 我好像跟警備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幫助超大 因為我不是那種會逞強到不行的人 但是其實越建立這樣子的人設 別人會覺得 你根本就不需要幫忙 沒錯不用逞強啦 就是真的遇到一些小困難的時候 直接說別人才知道怎麼辦 我相信大部分的老闆 一定會有差不多的痛點 然後也有差不多喜歡的人 而且在當現代人 無論資訊太發達了 我們真的什麼都要會 你不能再只會帶一個東西 我不能只是會當記者 欸 我通時還要會主持 我還要懂港歷產 我才可以跨領域的去成為 那個領域比較特別的人 那這樣子的人才有機會被老闆看到 好啦 以上就通則5點 跟教你一些方法 可能要快速的讓老闆喜歡你 校上管理做得好 那如果一樣 你有職場啦 感情啦 理財啦 教育等等的問題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給你們 滿滿的乾貨這個方法 我們準備好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